耶利米书第四十三章 耶利米向众民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吩咐他的一切话 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差遣他去对他们说的一切话 和沙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以及所有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 你在说谎 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 你们不可去埃及在那里寄居 只是尼利亚的儿子巴鲁总用你来反对我们 为要把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 好使我们被杀害或被掳到巴比伦去 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众将领以及众民 都不听从耶和华要他们留在犹大帝的命令 相反的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众将领却率领犹大所有余圣的人 就是那些从被赶逐到各国回来住在犹大帝的 包括男人 女人 孩童和王的众公主 以及护卫长尼布萨拉旦留给沙帆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管理的众人 还有耶利米先知和尼利亚的儿子巴鲁 把他们都带进埃及地 去到达比尼 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在达比尼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说 你要在犹大人眼前亲手拿几块大石头 埋藏在达比尼法老宫殿门前砖摇的灰泥中 然后对他们说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要派人去领我的仆人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来 我要在我所埋藏的这些石头上 安设他的王位 他必在上面张开他的帐篷 他必来攻打埃及地 那些注定死亡的必要死亡 那些注定被掳的必要被掳 那些注定被刀杀的必被刀杀 他必焚烧埃及的神庙 把他们烧毁并且掳掠 他必得着埃及地 好像牧人披上衣服那么容易 他必安然离开那里 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卖的神柱 放火烧毁埃及神庙